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鹿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里 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吧 聊一聊关于女生约炮的话题 但是今天比如说 聊一个我朋友的一个朋友约炮吧 然后他为什么会去选择去约炮 我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约炮 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或者说如果你是没有约过 或者说曾经约过的 或者正准备去约炮的话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 那首先我先说一下 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约炮的 那在这和一些 就是一些适合去约炮的呢 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分为两类别 第一类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说 身体上的洁癖 就是不完全是精神上的 就是他不可以很快速的来接受 当天见面或者说刚刚认识的陌生人 就有一些身体的接触 更别说是发生一些两性的一个 性关系的可能了 因为我就是知道 我身边的一些什么闺蜜啊朋友呀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去跟刚刚认识的人 陌生的人快速的建立新人的关系的 然后去酒店呢 这种人是通常都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约会模式 和几个星期的正常的约会呀 见面交谈呀 他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然后到那个时候再慢慢的建立建立一种信任 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了你可以信任的时候 他才会慢慢的来放下警惕 比如说拥抱啦 接吻啦 慢慢的在倒啪啪啪 那如果说你是这类人的话 就是我觉得你是不适合约炮的 那第二类人呢 就是如果说你是通过约炮的形式 这个方式去认识异性 然后从而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一个男女关系的话 我就是不能完全的否认说 约炮式完全不等于两个人最后在一起 或者说能够最终确定情侣的关系 当然这种概率是有的 但如果说你是抱着这种男女朋友的心态 去尝试约的话 那很大的概率会是失败 甚至说你会很失望伤心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这以上两类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你去尝试约了 那如果说你是真的想尝试的话 那可能你需要做一些心态的一个调整 或者说你也可能通过一些社交的场合 和社交媒体啊 或者说一些客户 你跟他们想发展出一种关系 那我们说刚刚谈到了什么样的人 是不适合约炮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说一下 就是大部分人物为什么会选择约炮 那我听很多朋友分享 他们选择于大部分的原因呢 其实是想找一些乐子 和一些人就是有欲望需求的 那他就希望通过这些途径 来认识异性 就是说 并且得到一些 他们能够满足的 他们需要的一些快感吧 就是不光是身体上的 当然也有一些适合你个人接触的呀 沟通呀交流的 这种就是能够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也能够满足他身体上的一些需求吧 所以说呢也会有很多人呢 很多的人呢会去选择约 那好了这期视频呢也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